现在很流行一个词啊,叫强者思维 我来说说我对于强者思维的一个看法,总结出来三点 其实只要你能做到的话 我觉得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你都是强者,要听到最后 因为最后才是我最核心想要表达的 第一,强者一定是付出大鱼索取的 之所以是强,那是因为我有 因为我有,所以我可以给你,我也敢给你 我不怕多分给你一些 因为我不觉得我是吃亏的,我并不计较 当你在几日大鱼索取的时候 你很容易会进入一个很高的境界,不作不争 只有很匮乏的人才会成天算来算去,总想得到什么 你最渴望的东西往往是你最匮乏的东西 那你没有那么渴望了 你就不会咬牙切齿去争什么 强者是会有一颗宁静淡薄的心 第二,强者是永远关注内在多与外在的 他所做的还有他所想的 更多的是围绕自己的感受 还有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一直在迎合别人 还有在猜测别人在想什么 我因为想做什么而去做 所以,他一切的出发点都是在于自己内在的驱动力 我爱你仅仅是因为我爱你 不是因为你爱我多少,所以我就爱你 第三是事实大于情绪 他更能看清楚事情的本质 面对感受或者是生活中的任何变化 只有八个字 面对,接受,处理,放下 而不会随意,任由自己的情绪泛滥 你不会看到他很强势,或者是他不会在关系里面追求 要必须要拿捏对方,必须要争一个什么样的高位 凡是越想控制的人越是被控制 所以他内心里面不会刻意的控制,反而多一份坦然 真的内心强大,有爱的人根本不会追求拿捏对方的安全感 你跟我在一起很好,你要离开我也可以 他不会希望对方因为依赖他,还有离不开他而受苦 也不想玩那种让别人患得患失的游戏 真正的强者都是以低姿态出现的